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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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睽違兩年沒發片的張栋梁 日前帶著全新專輯 《別再驚動愛情》回馬宣傳 兩年都沒有發專輯 其實再一次發專輯會覺得蠻興奮的 而且其實還沒有 剛發專輯那段時間會蠻擔心說 大家還會不會期待張栋梁的歌 後來專輯發行之後成績非常好 所以有算是放下心頭大事 然後蠻開心的 那也讓自己更有動力 想要把下一張做得更好 全新專輯收錄了圈內好友的作品 讓張栋梁倍感壓力 我自己壓力還蠻大的 第一是因為其實 也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沒有進入故事 再來就是我知道這些歌都是這些朋友 他們非常非常喜歡的 新專輯主打歌《別再驚動愛情》 由道馬著名音樂人彭學斌創作 彭學斌啊 彭學斌啊 他的影音樂是比較低調 比較昂貴的那些創作人 可是隨便會說這種話 他說 當然如果這首歌 你們沒有打算要打的話 我們就不能給你們用了 因為這個歌 我們真的覺得它很好 如果你沒有人要打喔 那你還給我吧 不像同學會說我的東西 真的 我就是那個辣妹 不要我脫啦 不要這樣拉我好了 好不好 沒有你一定要拉 真的假的 而且還要這樣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辣妹 在記者會上 主辦單位還安排了兩位小辣妹出場 為張栋梁助信 將辣妹左右右抱的張栋梁 還慘遭小辣妹去問 你要不要Kiss他 你要不要Kiss 不要 不要 怎麼動 真的被小辣妹的情形 馬來西亞的這場 也是有兩個小辣妹 我覺得很可愛啊 我覺得比較貼近我的風格 因為其實台灣的 就是真的唱片公司 他們想要整我吧 我覺得 就是想看我害羞 然後想看我臉紅的一些畫面 不同啦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 我很喜歡很可愛 談到近期大馬幫歌手 劉章智誠 李家衛的MV都有大膽畫面 被問到自己拍MV的尺度 張栋梁表示 只要是合理和劇情所需 他都會願意配合而脫 但是如果有一些導演跟分手 他們不切的就是 用比較激烈的拍戲的手法去承維 因為今天然後這個歌 可能就是那樣子 我覺得我看我不會覺得 他因為想要拍這樣而拍這樣 那我覺得這樣會有用 但如果我的MV也是 他不會讓我覺得 就是因為要脫 或是要有一些床氣而去設計 我覺得我就會有控制 可是如果是合理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都OK 海獸影魚類最LIFE